高超音速無人機試飛秒數2公里 超音速已經不稀奇囉 美國航太總署和國防部贊助研發的X51A乘播者高超音速無人飛機 美國時間14號將由美軍B-52轟炸機搭載 從加州升空前往太平洋15240公尺上空 預計試飛將持續5分鐘最後墜落於太平洋底 這架高超音速無人飛機最大特點是機身看不到渦輪精翼等零件 利用超音速燃燒充壓引擎靠著逐漸變載的通道壓縮空氣 增加飛機推力 軍事網站估計成負則計劃約耗值8900萬英鎊 未來也可用於逆中戰機等軍事武器 多應用在民航機上 從美國西岸的洛杉磯飛到東岸的紐約只需要46分鐘 動線玩好想做做看報導